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看我多大支水口 掃啊掃啊掃啊 掃啊掃啊掃啊 掃啊掃啊 逗快啊 BOOM 一站式 好了 回來節目時間 繼續Tasty Money 看到市場先升過200點 不過現在有少少回軟一點 升近178點 22682點 成交好安靠啊 只有75億 完全都不止開了深港通 好 電話旁邊 我們有羅尚佩和我們聊天 Eugène 很久沒見了 是啊 我也見不到你 哈哈哈哈 你見不見到我這邊 我見不到 我只見到一堆灰色的影 不是吧 不要緊 我都知道你渴望見到我們這邊 但不要緊 其實觀眾已經見到你了 那你快點解答一下 為什麼深港通開了之後呢 雖然大家沒有期望 但也不用這麼難看 現在是完全沒有反應 昨日難看 昨日難看 今天就好一點 今天就似乎似乎 是否要等下放聖誕假 或者甚至新年回來 才會有更多的錢 因為我昨天見到 深圳的股民都好像說 不是很敢買的 是否同樣都是這樣呢 那首先你覺得 怎麼知道 不肉算 你見到 深港通一通 就是一班深圳佬 托著錢來香港買才安樂嗎 那不會 因為大家都預料是沒有的 嗯嗯 很簡單 現在梁森欣跟你說 加拿大的股市 就是通 香港和加拿大股市通 你會不會托錢去買加拿大股 那我想你不會是吧 不會 那你都要給自己的 是嗎 是 還有香港是很炒的 你告訴我 香港有什麼很炒的 現在 A股很炒的香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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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國內公司來說 你A股很炒的香港 我為什麼勞斯動眾走下來香港 慢慢來 深港通這些 但是會不會覺得我們便宜一點 有些人說我們便宜一點 所以就來炒 還有我們沒有那個 就是升跌幅是沒有限制的 所以就大家覺得 起碼有得炒一下 就好像 不會給你 升了一成你又截著我 這樣好沒有人的 你明不明白 唉 深圳那些真的炒股票的投資者 就是 神這麼早在香港有了戶口 就是你問我自己拿著多少深圳的戶口 我都可以數到數不完給你聽 那你說便宜很多 好炒 是啊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它們一早都下來了 就不用你的深港 是嗎 是 所以你說便宜很多 還有 又沒有漲截停板 是這些是港股的 就是一個炒家 這些是港股的好處 但是這些好處其實大家 如果要用的話 已經是用緊 或者是用了 就不會因為有深港股 就走下來 因為薄它好炒 不是沒有漲截停板 所以不要把那個神港股 看得太神化了 OK 它已經有得神 神化了那個滬港肚 兩年前到現在 如果滬港肚真的可以 香港每天成交都過千億了 你看滬港肚這兩年 有哪一天是過千億了 所以不要神化它 這些其實 其實在未通之前 通完之後 你就各不你都到的了 說真的 但是現在 大家沒有了兩年前那種神化 或者神話 覺得會再大爆升 但是 還是可以再等一段時間 去到2017年 大家有個 循序漸進了 習慣了之後 那些錢才會下來呢 因為其實始終你人民幣貶值 對於我們這一邊 我們是有著數的嘛 其實我們的港幣 也有插著美金 會不會吸引了那些資金 都始終會下來 就是下注腳 這樣呢 這個又是一個迷思 很多人都說 哎呀 人民幣 你不就用深港通 滬港通 這樣就走資 其實哪有走到資的 深港通 你走不到資的 你沽了一些香港股票 你真的自動兌回人民幣給你的嘛 但是對於一些散戶頭 有個幫助的 就是心理上有幫助 就是起碼我拿著一些人民幣 我怕它貶值 我下來買一些港股 是用港幣計價的 即是美金計價的 我心理上好像避了 人民幣貶值那一頁 只要沽著 那是個心理幫助 但是你說很多人都說 哎呀這次真是 哇國內這麼想走資 有心講通之後呢 他們就會就知道 其實是技術上和制度上 是做不到這件事的 所以這件事 不要想到這麼多東西 那至於你說 喂 是不是要 喂 什麼時候 2017年 還是2018年 那些深圳 那些投資者 國內投資者 才會慢慢下來香港 說真的 他們又不是白癡的 嗯 還有他們都是很 你香港現在沒有東西炒 你試一下 你阿里阿黃 把三五七個號碼 去深圳那裡 真是可以炒的 天天跟你想上去 下二、三十個巴仙的 喂 你拿一支槍 他都指著他 不讓他下來 他都下來 你知道有東西炒 他就會下來炒 但是正如不炒 才這麼說 現在國內的投資者 覺得A股是很炒的 那你怎麼叫它來 那你不如叫它在A股裡面 你先扔兩券 下次再下來香港 那你問什麼時候 那我都不知道 你總之在香港有一天 沒有炒的 他們就自然下來 那現在真的沒有炒 你香港有什麼 金額的人 都小價 學股 那些學股 都是可以炒 學股他們買不到 阿Sir 不是一百零二隻 學股 經常想著學股 哈哈哈哈 很炒啊大哥 沒有東西炒 很悶 你不找些東西炒 很悶的嘛 你明不明白 那這些不懂得 港東國不國內投資者 就覺得悶 我們都悶了 是啊 都是的 是不是 你跟國內投資者說 哇 下來香港 哇 很厲害 又沒有漲跌停板 又很炒 那他就問回來 阿姐 你近來炒什麼 沒有什麼好炒 都很悶 那你又不要要求人家 明天就炒飯 衝下去和你炒 可以的 深圳那些投資者 那個主導性 是相對比較低的 嗯 他們是跟 跟風 你手指要你有輛車 給他們跟 他們行跟 你連車都沒有 那他沒事 他只是草場 有勢就跟 有勢 有私 他們就跟 那他們就在觀望 嗯 人家 也要罵 那你們是真是變態 喂 那好了 我當 你 你 你很疼啊 你不要吵 對了 我想說 就是12月中 就是議式會議 現在大家 你看到會議記錄顯示 差不多100%都會加 最近出的經濟數據都是好 基本上沒有什麼借口 嘩 你怎麼出戒刀啊 雖然是網 和Apps 你不要亂來 對了 你現在 你不要戒 戒這些 大家又以為你 就是 不要整我 對了 那你跟耶倫 就講得很熟 對不對 其實他現在都處於兩難為 就是Donald Trump 又不喜歡他 但是你的息口那方面 都差不多事在必行就要加的了 那你覺得耶倫 會有什麼板斧 還是 唯有跟回市場 你不要拿剪刀 好嗎 是的 即是有300多個人 在看Facebook Live 是的 麻煩你 那你覺得耶倫方面 會怎麼做呢 接下來是否真的 沒得做 就是沒得撈呢 還是都不是的 就是 聽聽話說 就繼續可以坐在一個位置 這樣 就是耶倫就容易做 如果我說耶倫很容易做 聽話說就要打一份工 是 你不要以為自己做得好 你打一份工 人家叫你加 你就加 嗯 你想那麼多做什麼 啊 耶倫是贏的 不肯走的 你有老贏的 就算吧 是吧 喂 我都說了 我跟耶倫說 最後通諜 你九月 即剛剛的九月 你不加 你以後不要找我 他不敢我去做 是嗎 你十多月加 你試試 十二月不加 他又左搖又快 哎呀 我不知道什麼 數字又不是這麼漂亮 這樣就不加 你試試十二月不加 我想十二月不加 不要剩下 Donald Trump 整個歐洲 衝過去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 你不加 所以我想加就加硬 十二月那一刻 就是 你看看他 他加完之後 會否再多兩句 說完一親的食物 這樣才是關鍵 我想 川普 我打他都不敢說 是嗎 因為他 川普一月二十日 即明年 正式上任 在上任前 跟台灣的總統蔡英文通話 中國又立刻 嚴詞聲明 等等 你覺得最終的關係 去到2017年 其實是否大家 猜不到 現在大家看的表面 去到真的上任後 又是另一個樣子 那當然是猜不到的 你和我又坐在那裡 猜到天才 當然是猜不到 但是中美關係 問題不大 始終是利益的東西 當然對於川普來講 他打電話給蔡英文 也都 我覺得中國又需要這麼大的反應 但是中國的反應 也在外交部那裡 外交部有這樣的反應 就是說 你為什麼打給他 也都可以理解的 因為 都是假裝的 一個中國 你現在打給蔡英文 你不單聲給我聽 打給蔡英文 他有道理上 外交部有道理上 是從你的 但是你說 是不是中國政府內部 很大的反抗 或者很激烈的回應 其實又不覺得的 那是傳媒炒作為主 所以我覺得 未至於下年 中美關係會進一步惡化 但是當然這件事 我猜不到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 你猜不到 Donald Trump 就是 下次他不只打給蔡英文 直接去找蔡英文 不出來的 但是我想在中美關係裡面 下年中國會開始會克制的 就是 政府和我和你一樣 都會看看 川普是什麼 我都不需要這麼大的反應 是吧 畢竟你做四年的 我不需要大反應 難道你打電話 我馬上又刀又槍嗎 看看你打完電話之後 有什麼發生 這種正常的外教官 是不需要太過誇張 或者是大反應 我想問一下 現在就差不多挨近年尾了 但是明年呢 今年其實就在那個波幅 就不是很高 我記得羅尚佩 都是說在那個波幅那裡 上落區間的 其實都中的了 你拿著那把戒刀 我唯有這麼說 但是明年呢 明年你自己看那個大勢 可以了 可以了 收回那把刀 我怕你出不了街 你看明年的大勢是怎樣 哪個大勢 外面的大勢 即是市場 明年的方向性是 大起大跌 平平淡淡 還是在哪個區間那裡上落 我覺得明年全球的市場 都是好的 哦 竟然 你說大上大落 其實以港股為例 就很少有一年 是大上大落的 它每年的波幅 有三千點 即是都很大上大落 15%上落 很平常 即是整年來計 但是我想明年很好的 因為很多 很多觀察期 還有隱外 就是觀察和隱外 就是觀察當老錯 隱外的什麼 是隱外的封面 的關係 很多的鬥牛 很多的暗地裡的爭拗 但是大家不出聲 不出聲 大家不敢第一個出聲 所以這些會營養到 上上落落 但是整體來說我覺得 第一就是 就是明年美國加息那個部分 只要是不算太激烈的 市場很快可以抵抗 還有很多政治上的東西 譬如中東的局勢 下年沒有這麼快會變天的 因為羅斯都要保存 還有譬如你說脫歐的問題 應該都不會好像今年不避 那下年最主要要看的東西 就是法國和法國的大選 但是經過法國和法國的大選 對股市的影響 未至於之前 因為市場已經開始習慣了 任何的事情 都可以發生 是 英國脫歐 意大利沒有 因為任何事情都看得化了 不會說很激烈的反應 所以我想下年這個事情會好 當然第一個情況就是 中國經濟不會突然爆發 又崩潰 又倒下去了 第二件事就是 美國的食口加 但是不會加得太多 我想暫時都不敢加得很激烈 我和羅尚佩因為時間關係 先談到這裏 我知道大家經常問羅尚佩 何時來一起做節目 我都預告一下會有的 請了他 不過他就下星期說他放假 再下星期吧 我會安排時間 到時會跟大家公告有這個特別的節目 多謝羅尚佩的分析 他2017年看得非常之好 好 現在看到市方面 就升近151點 22651點 終於不用看那些剪刀 戒刀了 提提大家可以繼續WhatsApp給我 問問題 66334386 我見到今早都有幾個問題 問我就是跟進之前推介過的股份 沒有問題 一會兒小炒王國的時間 我會跟進給大家 今天很多人問我這隻869是升什麼 由於今天有位朋友在報章寫了一筆問價追 那我就特意邀請了他來解釋一下他那份東西究竟是說什麼 那一會兒小炒王國就會即時解答大家 為什麼這隻菜星玩具星這麼多